好 晚間最新消息 我們再來看民眾黨新竹市長候選人高鴻安 他先前已經有這個學位爭議 沒想到現在又捲入的就是他 他疑似傳出介入了他助理的婚姻關係 這個就是媒體人周玉寇 他在晚間臉書就發出了 高鴻安跟這個理性助理 他是成為男女朋友的時間序 他用這個時間序來代表說 高鴻安當初介入了別人的家庭 而高鴻安也強硬的回應了 他說他會對這個不實指控來提出告訴 而最新消息是這個前助理 也發聲明來澄清 強調他在工作期間 都是兢兢業業的 絕對不是外界惡意指控的這個人頭助理 開心和民眾合影 一起比出六的手勢 民眾黨新竹市長候選人高鴻安 掃接敗票充人氣 不過比他選情還熱門的話題 恐怕是這個 資深媒體人周玉寇 在他的臉書貼出高鴻安公費助理 怡雲打試劑 其中二零一九年 他和助理交往時 助理仍有歡迎關係 媒體人邱明玉一號晚間 也在節目中透露 郭台銘曾調查過理性助理的背景 且不贊成這段關係 面對種種質疑 高鴻安強硬回擊 希望謠言指於智者不要過度放大解讀高鴻安強硬提告不實謠言遏止遏止選風 離性助理在晚間發聲明表示近日會整理完相關資料 在唯有律師對外說明證明紫身清白 現在進入倒數階段候選人爭議持續發燒 記者綜合報道 記者綜合報道